大家好,欢迎收看生活小帮少安姐 很多人都喜欢喝蜂蜜水 但是我们在挑选蜂蜜时 如果挑选不当,那就麻烦了 今天分享大家几个小技巧 只需要做到这几点 就可以挑选好的蜂蜜 下面就跟视频一起了解一下吧 平时购买蜂蜜时千万不要大意 买到不好的蜂蜜 吃了对身体一点好处都没有 所以学习一下如何挑选优质的蜂蜜 方法一,看气泡 把蜂蜜瓶子快速倒置过来 如果是甲蜂蜜 它的气泡会快速上升 这是因为甲蜂蜜含水量高 粘稠度较低 所以气泡会上升的很快 相反,优质的蜂蜜粘稠度高 上升速度会缓慢 所以这一点要注意 第二,纸巾测试法 准备纸巾平铺在桌子上 用筷子蘸取蜂蜜 滴在纸巾上 第二种 然后我们再等待片刻 三分钟过后 大家可以看到明显的变化 优质的蜂蜜含水量低 一般是不会扩散的 而甲蜂蜜含水量比较高 扩散速度快 而且还会渗透纸巾 翻过来看看背面 甲蜂蜜已经渗透纸巾 而真蜂蜜看不到一点的水印 所以通过纸巾就可以识别好坏蜂蜜哦 方法三看泡沫 准备瓶子里面放入三分之一的水 把蜂蜜挤入水中 拧上盖子用力摇晃 摇晃后再观察 这瓶水的泡沫明显不多 而且很容易散去 几秒过后泡沫已经消失不见 那么我们再试验另一种蜂蜜 同样去摇晃 再来观察一下 真蜂蜜中含有葡萄糖 果糖 生物酶 矿物质 用力摇晃后就会产生泡沫 并且泡沫保持很久不易散去 第二遍测试这个明显泡沫很多 不易散掉 所以在这几点就可以准确识别蜂蜜的真假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这个挑选蜂蜜的小技巧 大家学会了吗 是不是非常实用呢 想看更多实用有趣的生活妙招 记得关注我 我们下期再见